这个名称就叫做龙年贺席的便当 是南韩超商推出的新品 里头菜色相当丰富 包括牛蒡杂菜 烤牛肉 石井蔬菜煎饼 鱼蛋卷青菜 凉拌明太鱼等共九项组成 相当丰富又营养 另一间超商同样推出类似的便当 里头主食更是包括烤肉与腌牛肉 一个便当双重享受 别看这小小一个便当 里头的菜色可都是南韩农历春节期间 家家户户必备的美食 超商推出这些产品 就是要抢孤独过节者的市场 去年春节期间 这些便当的销售量比一般便当高出2.1倍 南韩便利商店积极拓展各族群的市场 缓解春节 无法回家团圆民众的孤独感 不过返乡团聚的家庭也出现忧虑 南韩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虽然时隔半年收度降至2% 但是蔬果物价却始终处于高点 南韩水果价不断上升 春节祭祀必备的苹果与离子 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达到1.5倍 其他包括柿子 甚至是当季的柑橘草莓也统统上涨 根据南韩统计 今年每户春节祭祀费用 至少要花费28万韩元 高达6500元新台币 在物价上涨时代 想要过个年都变得相当困难 东西建国荣新综合报导